欢迎回到本期的音乐仔 我是麻油乌鸦 上集我们从Man with a Mission的世界观说起 介绍了他们的成军背景 成员 音乐特质 以及他们为自己定下的Mission 这集让我们从Man with a Mission与动画作品的联动开始 一起来看看这五批超现实的救济生命体 与人类世界之间冲突又不为何的融入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 在Man with a Mission沉睡于南极冰层中的那些年 不只是音乐 日本的动漫文化也成了形塑他们的一个重要元素 这里我们就先暂且不吐槽他们是怎么看动画的 江坚说他本身是一个工人的动漫宅 喜欢部分类型的涉猎各种动漫作品 真巧我也一样 对他而言钢旦系列已经是圣经一般的存在 阿基拉则是他心中无论何时都是第一的存在 他认为摇滚乐本来就相当适合作为动画的片头去使用 而深居于他们心中的众多动漫作品 也让他们的音乐能轻易调和起动漫作品的灵魂 请来man with the mission担当主题曲的作品 几乎都是冷硬派的青年动画 从这些主题曲中传出了不仅仅是热线 更经常有着充沛的男子气概与沉着内敛 举凡机动战士钢弹、铁血孤儿、杀戮床生犬巫 黄金神威、海盗战技等作品 都在man with the mission的音乐衬托之下 展现了坚毅的原性光辉 张肯认为就日本音乐界的现状而言 与动画的联动是在海外打响知名度最佳的管道 man with the mission中二的外形本来就容易吸引喜欢动漫作品的人 大量的英语歌词对外国人也亲切许多 而在动漫作品的加持下更是成功拓展了海外的粉丝层 我作为一个喜欢音乐也喜欢动漫的海外粉丝 相当期待在未来可以见到man with the mission为更多的动画作品添上他们独特的色彩 当然啦,并不是只有动画哦 翻开man with the mission的维基百科 你会发现他们的联动歌曲还真不少 从2013年开始 他们的每张单曲都有和其他IP联动 举凡电视、电影、广播、广告、游戏甚至是活动和祭典 在各种地方都可以见到这群狼人们的身影 例如这集开头放的这首《Emotions》 除了是电影《HK变态假面》的主题曲 也曾经用作于综艺节目《阿乌狼人杀》 对不起搞错节目了 综艺节目《狼人杀谁是骗子》的插入手 不得不说大概没有比这个更适合的台啊 在创作联动歌曲的时候 虽然会因为必须一边考虑着作品一边创作 故而少了许多的自由性 但也因此创造出许多与作品共鸣性相当高的歌曲 man with the mission 曾在2020年推出过3D CG短片动画 man with the mission 的animation dances don't live will 开催 sale 还有纪录片电影man with the mission 的movie trace the history 在电影里出现了能够自动翻译狼语的秘密道具 Gaolingo 所以我说你有这个法宝你就早点拿出来不好吗 man with the mission 的粉丝被称作Wolf Army 在日本各地的粉丝在聚会时喜欢以Gaokai自称 man with the mission 的官方粉丝俱乐部叫做Fun with the mission 除了基本的独家相片、济世等内容之外 还可以看到man with the mission 的四个漫画 最特别的是有一个叫做TOKYO TANAKATE的单元 一次是TOKYO TANAKA做料理的短片喔 在疫情期间man with the mission 开设了名为OKAMI PRIME的单元 会在官方频道上上传一些日常短片 另外在官方频道上的这些小短片很多都蛮呛的 例如暗杀Junk and Johnny 企划 Sperlip开箱PS4的影片 里面职业并把PS4拿来当鼓打 才被小编写上看也不会怎么样 7月1日中 7月1日中 涙的数字 收录于2011年的专辑man with the mission 就是张在Lifehouse限定贩售的慈善专辑 所有的卖售都捐给了311大正在的正行工作 我想应该已经有人眼尖注意到了吧 这首歌就是前面出现过的 从Grants时期转生而来的其中一首歌 原先是2007年发表的歌曲 Shichikatsu no Ame 也是man with the mission相当少数 以全日文填词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 Tanaka和Junkin都曾经在演唱会上 发表过这首歌独唱的版本喔 虽然前面说了很多man with the mission音乐热血的一面 但其实他们的抒情歌才是我最爱的 铁汉柔情总是令人动容嘛 这首歌描述着一份思念的心情 已逝的故人如同将我们独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而我们仅剩他的话语这条联系 能让我们在反复咀嚼间一起过往的点点 7月的雨声总是那么温柔的安抚着我们的伤痛 并在雨过天晴后将我们的过错一并带走 只留下温暖的阳光照耀我们心房 相当宁静的歌曲 相当温柔的歌词 相信这首歌一定也像那场七月雨一般 具有抚慰人心的能力 最初于2016年配信发行 后收录于2017年的单曲《Dead End in Tokyo》 曾作为Sony的蓝牙耳机的广告曲使用 这首歌最初是Junkin和Monica两批出于玩心而作的曲子 模拟了1990年代欧美流行的 结合了摇滚乐与DJ的舞曲摇滚 强烈的节奏感令人心跳加速的旋律 魔幻的编曲使这首歌相当适合用作炒热气氛的开场曲 欧美的乐风与歌词 Junkin侵略性的rap Tanaka魂厚却高昂的战吼 Monica的DJ混音等等 这些Man with a Mission标志性的元素在这首歌里面都听得到 是我心中最有狼味的一首歌 收录于2019年同时也是令和元年的单曲《Dark Crow》 这是一首以日本新年号令和为题的歌曲 在柔和的旋律中传递着祈求和平与放眼未来的讯息 这是Man with a Mission首次找来女性歌手合作的歌曲 负责作曲的Kamikaze表示 在共同担当动画《海盗战记》的主曲之前 就已经得知过Mire这位新人 深深地被他强彻的歌声所吸引 认为他将会成为引领日本歌坛新世代的一股清风 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 脑中浮现的竟然是Mire的歌声 于是在与团圆商量后 果断递出了这次合作的邀约 就Mire在2019年之后的发展来看 Kamikaze的眼光无疑是雪亮的 看到这次《鬼命之刃》的主题曲 又找来了Man with a Mission的阵容 就让我想起来这首歌 对,我绝对不是要趁热度喔 Man with a Mission和Mire 都是能流利使用英文的日本歌手 就是想向外国人传递讯息 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会大大加分 比如说我现在在荧幕上放的这句伟人的名言 如果我写的是英文 你们可能完全懒得看 但如果我写成中文 你们就比较能接收了,对吧? 我想很多人在初次见到 令和这个新年号的时候 一时之间都无法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涵 美莲社和纽约时报甚至曾因误解 而把它翻译成Order and Harmony Man with a Mission的这首歌 用全英文填词 将令和二字的由来 初春令月 细数风和巧妙画入歌词之中 并将年号背后美丽的和谐 向未来迈进的讯息作为歌曲的主旨 是很出色的一次文化宣传 同样概念的歌曲 还有2012年的Wabi Sabi Wasabi 这首歌以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插集为题 在歌词中解释了这个词的意涵 然后又连接到日式料理中常出现的芥末 补成了一首趣味恒生的歌曲 修录于2020年的EP One Witch 这是一首受新冠疫情启发 为了鼓舞人心而作的歌曲 当疫情将人与人的距离相隔至 需要用望远镜才能窥见 人心与人心也逐渐疏远的无法觉察 我用望远镜能望见满天心的 却反复失明似的无法窥见你的内心 但直到光芒再次照亮你的心房之前 我会持续努力向前 歌曲破题四句采用 Tanaka轻唱加上和声的形式呈现 将简单却饶酷心意的歌词 如同唱诗般一般传递 令整个冰冷的内心都暖和起来了 除了这首歌本身 这张EP One Wish 也是我推荐新手入门 Man with the Mission 可以最先去听的一张迷你专辑 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里面完整的收录了Man with the Mission 在2020年的第一场线上演唱会 包括Junkin的MC Man with the Mission 在演唱会最爱的Sing Alone等环节 以及失误的地方 全部都一道未减的收录 开启连续播放的话 就像是听完一整场完整的live一样 当然收录的曲目 也都是Man with the Mission 人气相当高 相当好听的歌曲 里面南瓜的各种曲风 能让你在一小时之内 体会到Man with the Mission 最完整的魅力喔 在你们的计划的时候 某陌团和美专达 像是人物 甚至不离近 就不离近 就不离近 是种人 什么 你变成了 像是虚惊犯人 是我们一样 分享 一样的科技 修录于2022年的专辑 burg and Cross The Walls 2 这首歌原先只是上一张专辑中的一首 纯音乐过程曲 在决定要将它重新编曲填词之时 乌鱼战争就爆发了 於是,填詞填到一半的John Kent 新生了必須為這件事寫歌發生的念頭 便將填詞的方向徹底改變 變成了一首闡述人本主義 宣揚反戰思想的歌 當然啦,這麼宏大的歌 一定也是要用全英文來填詞的 此外,在製作這首歌時 Man with the Mission還向全世界各地的人們 目擊以他們各自的語言祈求和平的訊息 在短短一週內就收到了近千則的投稿 他們將這些語音放進歌曲中 化作一股由全世界凝聚而來的力量 聽著這些訊息製作音樂的狼人們 也從中感受到豐沛的希望 一直以來,Man with the Mission的音樂 雖然一直傳達了自由的意念 但卻也總是刻意避開了時代背景的創作 第一次製作這種與政治理念相關的歌曲 江肯雖然多少會擔憂是否政治色彩太過能厚 但在創作的過程中也逐漸覺得放手去做或許也不錯 無論如何,對於當前發生的事件有所感觸 進而將這份想法轉化為音樂的創作者 是沒有任何罪的 Man with the Mission活動至今邁入了第13個年頭 雖然官方尚未證實 但加上他們在Grants時期的年資的話 就已經超過了20年 在這個新時代中 要如何讓自己的音樂繼續存活下去 對於樂風獨特的他們而言 尤其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江肯曾說 Man with the Mission的音樂一直以融合為軸在前進著 不僅經常嘗試融合不同的曲風 耿經堂與不同風格的音樂人合作 互相切磋 沒有定型的風格這點 給他們的創作帶來很大的自由 也是我覺得Man with the Mission最大的特色 曾如我先前所說 Man with the Mission日洋何必的樂風 對於聽慣任意一方的人而言 多少都會感到違和 所以對我而言 他們一直都只是偶爾會有一兩首作品打動我 其實我並不算是他們特別忠實的粉絲 你等一下 看到這次《鬼滅之刃》的主題曲 又找來了Man with the Mission的陣容 就讓我想起來了這首歌 對我絕對不是要蹭熱度 絕對不是要蹭熱度 絕對不是要蹭熱度 你要不要聽聽你在攻三小 欸我說小編啊 可以不要拆我的台嗎 可以喔那我繼續喔 縱觀日韓華語流行樂壇 都有不少新生代帶著歐美的音樂觀 在自己的本國市場打下名聲 我想這種文化大融合的進化方向 應該也是歷史無可避免的必然吧 但另一方面 對於喜愛歐美音樂的聽眾而言 如果想試著涉獵日本音樂 那我想Man with the Mission 會是你很好的起點 透過這次深入了解Man with the Mission 我深刻感受到他們所說的Mission 並不只是博人眼球的手段或是中二病而已 他們相當清楚自己的市場定位 也知道可以如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來為弱勢族群 為日本 甚至為這整個世界來發聲 我想Man with the Mission 已經不僅僅是個樂團 更是一種信念了 那麼這次的音樂宅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願意耐心看完這些超爆料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